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证实 美国驻中国大使洛家辉的坐车 星期二在美国大使馆门前 受到了几十名中国示威民众的拦阻和攻击 有关详情我们就立刻连线 VEOA卫视驻北京的记者东方 请他来为我们描述一下当时的现场状况 东方 你好东宁 今天的最新的进展是洛家辉发表了一篇讲话 说他的人生并没有受到安全 中国的保安部门和武装警察 很快就控制了局面 那么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今天受到了煎熬 在记者会上很多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也表示这是一个个案 中国政府会依法处理 保护外国驻华机构的财产 和助中国的外交人员的安全 那么我看到的视频是 美国大使馆前面 就是在918事件 那个81周年的时候 有几十名外中国示威民众 在美国大使馆前面 在这个游行 因为这两天 我都到了日本大使馆前面去 那个地方 是层层包围 在那个地方游行的 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 根本就出不来 我就觉得这个几十个人 怎么在美国大使馆前面 能走来走去 而且大使馆 美国大使馆前面有十几名 二十名那个武装警察在那看着 他们打着骑着走来走去 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到多年加辉的那个坐车来后呢 这些人就不让他进那个大使馆边 他围着那个坐车 一下子就不用去了 有人水瓶 有人拿什么东西砸那个玻璃 然后就上去踹那些 这个踹那个汽车 还有几个人呢就上去 就拔那个大使的 那个上面的美国国旗 这时候呢就哗哗哗跑来 好多武装警察 一会又跑来一群 带那个盾牌的武装警察 就把美国大使馆的门口呢 就堵住了 这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大使呢在车里面 大使的司机呢就想跑 但是他跑不掉前面都是人 这个又跑过来 很多的警察以后 把那些人挡开 勉强的让前面车头呢 有一个空位的 然后那个车呢 就慢慢慢慢的往前开 开到前面去以后 还有一个白车 正好把那个大使的车顶住了 当时呢我看那个情况 真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最后终于突出重围 那么到了前面那个路口的时候 那个大使的车 坐了一个左转弯 很快很快就逃走了 那么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那么在北京的外媒呢 和外交官对这个事情呢 都非常的关注 很多外国记者表示啊 这几天他们上街打出租车 经常被拒绝 因为他们长得洋人面孔 我和咱们美国之一 另外一个记者出去的时候呢 都要我先出面去打计程车 然后他再跟着上 那么我昨天在918纪念的这个游行的现场呢 我就亲眼见到有人在地上 践踏美国国旗 旁边人呢高叫的 烧掉他烧掉他 还有人高喊着 打倒美帝国主义这个口号 昨天我还有一个anecdotes啊 我拿着相机 在采访的时候 我就在人群之中 我拿个摄像机在那拍片 突然有一个人就从那个游行队伍里边 就冲着我冲过来了 一把抓住我的相机 我当时都没有预料到怎么回事 游医生抢我的相机 后来才发现 他然后他手中拿出了一个sticker 上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一个小红杠 把我的那个梭连相机 那个sign 那个logo 给我挡住了 这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 所以呢你从现在可以看出 中国现在这个游行示威活动 从反日要延伸到向反美延烧 那么帕内塔来到中国 实际上呢触发了某些人 这个从反日到反美的转变 这一点呢 在中国的极左派知识分子 和专家里面特别明显 邓宁